没想到艾达居然看上了明人 就在明人击败了迪鲁达之后 明人跟着对方的无人机终于找到了可组织的基地 此时陶氏和金氏正出门寻找尾兽 阿玛多示意身后的艾达和迪蒙做好准备 之后他开门见山表示要和明人谈谈 在先前的忍战结束后 他已经打听到了明人来自未来的事 明人深知阿玛多的老谋深算 以及艾达那魅惑的能力 于是他用蛤蟆平影操纵树藏在了影分身的影子中 从忍戒大局出发 阿玛多的才能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所以明人要做得很简单 要么说服对方跟他合作 要么将对方就地正法 阿玛多在听完明人前世和自己的故事后 他选择了跟明人合作 因为他一直想见见明人那里的大蛇丸 后方的艾达出言不善的笑话 阿玛多就这么投靠敌人了 明人冷漠地表示这里没有对方说话的份 艾达文言惊讶不已 因为明人居然没有受到他的魅惑 而明人之所以出言不逊 第一是想测试现在的自己 是否能免疫对方的能力 其次是明人并不怎么喜欢艾达这对姐弟 前世他们虽然并不是食恶不赦 但正是因为艾达的神术 全能将川木和博人的身份进行了互换 他的好儿子博人才成为了忍戒公敌 狄蒙狠狠地瞪着明人 他嘲讽明人有本事就弄死他 明人闻言笑着说道 你见过哪个大人会和小孩一般见识的 他早探穿了这是狄蒙的激将法 对方的能力是杀意反射 突然一股强烈的恶意出现在了上空 明人抬头向上看去 来者正是陶氏和金氏 陶氏望向了下方那突兀的金色少年 他脸上不禁流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这就是仪式所说的漩涡明人吧 怪不得灰烟那家伙敢背叛 原来还真是找了一个不错的靠山啊 明人神色肃目地望着陶氏 此时还没吞掉金氏的 他居然已经有了比前世全盛时期更强的力量 而且他的双眼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转生眼 对方来着之前看来就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明人回头看向了小不顶狄蒙 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艾达在大同目面前基本没什么用 所以保护艾达和阿玛多的任务就交给狄蒙了 明人那霸道之鱼流露的一丝温柔 仿佛一只丘比克之剑戳穿了艾达的心窝 他怦然心动 害羞地称赞明人好帅 狄蒙虽然内心不悦 不过他还是按照明人的指示带着他们走了 接下来就是解决掉眼前这两个大同目 明人的真身从影子处走了出来 之后掏出了一发飞雷神苦物 并将查克拉注入到了其中 远在据点的水门立即感应到了明人的信号 他让大家做好准备 明人需要支援 不久后水门带着左株带土 以及班爷顺闪到了明人身边 桃氏一脸不屑地看着下方的情况 没有轮回眼也能释放时空间忍数 这群下等生物还挺有趣的 不远处的班听到下等生物四个字微微皱眉 他嘴角扯出力笑地表示 区区沙利不及我半分 就让我来检验一下这家伙的经验吧 明人见状立即将班拦了下来 他让班不要贸然行动 眼前这家伙的实力要在灰叶之上 不过如果能听指挥那就不叫班了 班猛睁轮回眼对着桃氏发动了轮幕 但金氏突然挡在桃氏身前拦下了轮幕的攻击 班目光不由的一鸣 这些家伙居然也能够看穿轮幕 桃氏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恶 他已经发现了班的左眼正是朴实的眼睛 这下等生物居然敢染指大桃木的力量 他的手中突然凝聚着一把光剑 这正是前世射人将月球切开的招数